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公开呼吁 不应低估澳洲与中共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澳洲总理莫里森周三被问到是否支持这一论点时表示 备战是职责 若低估与中共存在的潜在战争是愚蠢的 莫里森也曾在5月6号表示 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 澳洲将会履行支援美国及盟友的承诺 而从14号开始 日本海上自卫队就将与澳洲、美国及法国军队 在东海进行共同训练 在今年的预算案中 澳洲政府也宣布将增播19亿澳元 给国防执法和情报机构 其中包括斥资升级军事设施 来确保军队做好战斗准备 在中澳紧张关系已再升级之际 澳洲政府将预算案中的国防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 与美国及其他盟友保持一致 虽然不乐见真的发生战争 不过面对中共不断以武力犯台 各国人身高戒备 新唐亚特电视唐杰安这里报道